哈囉大家好 我是岩爸 LIS大科學計畫第二季 需要你的支持 每月小孩捐款 接力翻轉不科學的科學教育 那我們就開始看影片囉 FFBEST FRIEND FOREVER 嗨 銘隊 二三人玩囉 嘿 又 阿銘 你來啦 欸 你今天在幹嘛 喔喔喔 我在 喔 我在研究光啊 研究光 你之前那個什麼 什麼色色的 色色散 喔 對啦 對啦 色散啊 那你還沒研究完喔 那最近是什麼東西啊 欸 你感覺要弄啦 對啊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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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而已喔 喔好 那我來跟你介紹一下吧 蛤 欸 欸 喔 我們都知道嘛 在正常的光源底下呢 物體會是一樣亮的 例如像白天呢 它就都很明亮 而晚上的時候呢 就都很暗 但是 我最近發現了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啊 是紅色的朱砂 這個是呢 是藍色的冷亮 然後呢 我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紅光照射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紅色的這個呢 它就看起來非常的鮮紅 但藍色這個看起來變得超級暗 欸 變暗 為什麼啊 那如果用藍光照射咧 如果啊 用藍光照射 反而是這個藍色的粉末 看起來會比較亮 但是紅色的看起來就很暗 欸 好神奇喔 明明就中午被光照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對啊 我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已經是為什麼 人能夠看到 東西是因為 因為有光啊 等一下 你不要吵我 我現在還在整理我思緒 對 阿明 你說得對極了 我們人能夠看到萬物 就是因為東西把光反射到我們眼睛裡面 那為什麼有的東西本身就比較亮 還有的比較暗啊 這就取決在他們能夠反射多少光到眼睛裡啊 嗯 舉個例子 你看 這個比較亮 所以它反射到眼睛裡面光會比較多 而這個呢 比較暗 所以反射到眼睛裡面光會比較少 喔 那沒有被反射回來的光都跑去哪裡啊 嗯 啊 我知道了 這一次啊 肯定就真的是有肉眼不可見的黑暗 還光給暗扯起來了對吧 不是 你的智商怎麼可以跟上一集一樣啊 你 哎呀 我是說 有想像力很豐富很棒 對 剛才講到哪裡啊 暗扯起來對不對 暗扯 光被暗扯起來 光被暗扯也就是說光會被吸收掉的意思 就像指把水吸收一樣 光有可能被這些物體給吸收掉了 哈密 喔喔喔對 什麼東西 吸收 吸收 綜合反射跟吸收這兩個概念 我想到了一個推論 牛頓想到了一個推論 他認為紅色珠砂有吸收其他色光 反射紅光的特性 所以珠砂照紅光看起來很亮 是因為紅光被反射 而照了藍光看起來很暗 是因為珠砂把藍光幾乎都吸收了 因此牛頓認為 他只要用彩虹光 調出不同色光後 觀察 越是偏紅的光照在珠砂上 是不是看起來越亮 就能驗證他的想法 像是如果取了彩色光的紅光 加上橘光來照珠砂 應該會看起來比用紅光加藍光的光照 來得更亮 於是牛頓設計了一個實驗 他用三棱鏡把白光分散成彩色光 接著他從彩色光中留下他想要的色光後 再用突透鏡集中這些色光 最後三棱鏡會把色光又變回一道光 知道不同色光組成的光線照射到珠砂後 牛頓就能看出不同色光組成的光線 對珠砂顏色的影響了 好 開始做實驗吧 首先呢 先從藍色光的這一端呢 開始遮擋 然後接著繼續遮掉綠色黃色 最後剩下紅色 沒錯 珠砂現在看起來越來越鮮紅了 然後呢 我如果從紅光的那一端開始遮 把紅色的光擋住 再來繼續擋掉黃色 綠色 嗯 沒錯 可以看到珠砂也變得越來越黯淡 所以 這也證明了 物體是什麼顏色 其實是取決在物體它反射出什麼顏色的色光 吸收什麼顏色的色光所導致的 而珠砂之所以是紅色 就是因為它反射了白光裡面的紅光 把其他顏色給吸收掉所造成的 很神奇吧 對 阿明今天也沒有來 可是 書裡不是說 跟個性相同的人比較合得來嗎 我都已經模仿了阿明的個性 為什麼阿明有反應看起來 欸 這麼奇怪 算了 算了 先專心在研究上好了 好 我已經解決了物體跟光的關係 那接下來我就來破解虎科 有沒有解開那個謎團好了 虎科的實驗應該是這樣做的吧 先把光穿過了紅色的液體 接著產生出了紅色的光 這的確是因為光被紅色液體染成紅色的 而接下來 虎科拿了一杯藍色的液體 讓光穿過紅色液體之後再穿過藍色液體 理論上光被染成紅色又被染成藍色 應該要變紫色吧 但光最後的確如虎科所說 全部消失了 這應該不會是多一杯的問題嗎 如果我放上另外一杯紅色 它也還是透得出紅色 所以光被染色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嗎 如果光不是被染色 那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呢 阿明怎麼都過了那麼多天都還沒有來啊 唉 算了 都是因為他害我進度被偷換 不過亞歷斯多德跟柏拉圖就夠了 對吧 Yeah my man 呃 柏拉圖呢 他今天氣氛太少 所以就沒有發他通告了 是喔 應該不就要拋棄我對吧 不是不是 好 剛剛的狀況喔 是光傳過去之後 不僅沒有被染成藍色 光還消失了 究竟是為什麼沒有辦法穿透 算了 先喝杯咖啡好了 啊 我就要忘了綠咖啡渣了 最近做什麼事情都不順啊 啊 對 就是過濾啊 牛頓認為 紅色液體並不是把光染成紅色 而是只讓紅光過濾出來 當這個過濾出來的紅光 再照到藍色液體時 紅光就被藍色液體過濾掉了 因此導致光消失的情況 於是牛頓猜想 如果他的假設成立 那麼其他色光應該不能穿過紅色液體 他把紅色液體放到之前實驗的裝置中 接著再把彩色光遮到只剩下他想要的色光 結果牛頓觀察到 當他用紅光照射紅色液體時 紙張會被紅光照到 但如果他用藍光照紅色液體 牌紙上就一點光也沒有 這代表紅色液體會過濾掉除了紅色以外的色光 最後 牛頓證實了 有顏色的液體 只會讓和他相同顏色的光線通過 剩下的光線就會被他吸收 後來牛頓把這個現象稱為透射 果然 紅色的光穿過紅色的半透明物體的時候 因為不會被吸收 所以透射了出來 但是當紅色的光穿過其他顏色的半透明物體的時候 就會被吸收掉 所以透射不出來 看到了嗎 亞里斯多德 我們又離世界這裡更進一步了 媽咪 太棒了牛頓 對 說得沒錯 我們能在世界上看到各種顏色 就是因為他們都會反射 或是透射特定顏色色光 然後把其他顏色光給吸收掉 不是吧 我怎麼連大腦幻想都被你入侵 你走開啦 看來你終於恨不正常了吧 等等 你 你 欸 你是真人 當然是真的啊 廢話 要不要吃蘋果啊 你不是不跟我當朋友了嗎 蛤 你為什麼這樣說啊 你那麼久都沒有來找我 是不是因為我很怪 沒有啦 我是想說你是不是吃錯藥了 我就想到 你們這些內向的人 只要獨處一段時間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我就讓你獨處啦 不是嘛 這什麼怪邏輯啊 就是別人吃錯藥 你還要讓他自己獨處 這不是要他自生自滅嗎 不是話說我沒有吃錯藥啦 好啦 也不是吃錯藥 那就是 怪怪的啊 跟你平常不太一樣嘛 你到底在幹嘛 就書上說要跟別人當好朋友 最好是跟別人個性相仿的 所以我就想說要模仿你 所以你是在模仿我 哦 原來如此啊 不是 你在原來如此什麼東西啦 牛頓啊 其實我真的沒想到 你會這麼重視我們之間的友情耶 還去找書來學習 真的進步很多耶 太棒了牛頓 不過啊 雖然說你為了我們的友情 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很感動 但是 模仿跟你差這麼多的我 你不覺得太勉強了吧 對 又模仿像你這樣 看亮白痴真的很困難 哈哈哈哈 放心啦 想交朋友並不代表 你一定得跟對方一模一樣啊 就算啊 你不像我一樣人接人愛 我也還是會跟你當朋友的啊 對 而且你怪也不是一天兩天啊 我早就習慣了 誒誒 把我感動還來啦 我先別忘了 我先別忘了 但是我算不 пов遨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